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千万不要让埋怨吸走了你的福气 你的念头是种子 你的生活只是它的开花 人生在世 福尽灾祸来 正如佛经有云 一念称兴起 火烧功德灵 心中来了怨气 也就赶跑了福气 一个心中满是真怨之人 耗尽了福报 灾祸也就来了 一埋怨会吸走你的福气 法句经中说 行愿得愿 骂人得骂 思怒得怒 埋怨是毒药 会吞噬掉人生所有的快乐和福气 一个喜欢埋怨的人 周围的环境一定满是怨声载道 有这样一则新闻 有个乞丐常年住在桥洞下 逢人就说自己命苦 一位善人同情他的遭遇 拿出了田地和房子给他 希望他能改善生活 那只乞丐住下后 不收拾房屋 也从不劳动 整日清闲 还四处跟邻居抱怨说 这屋子位置不好 我看那上人是孤民钓鱼 你没有看他给我的田 全是杂草啊 这让我怎么种地 很快 一年过去了 上人来看望乞丐 发现屋子破得到处漏水 给他的田地也颗粒无收 而乞丐呢 由于整日抱怨 又无所事事 村民们谁也不愿意接近他 又冷又饿的乞丐 就这样死在自己的家中 怨天尤人 就是在不停地让自己相信 自己就是一个倒霉 失败 甚至是不幸的人 注意力都在不幸上 不幸就会增加 注意力在苦难上 苦难就会不断 注意力都在幸福上 幸福才会越来越多 佛家常说 心不动 万物皆不动 你去埋怨老天 命运就会给你带来天堵 你心中装满怨气 福气就会被赶走 只有心中放下怨气 才能看到生活的美景 千万不要让他吸走你的福气 第二 明白了因果 你就不会埋怨 华言经有云 因观法见性 一切唯性造 人生之所以际遇不同 都在心 心念善恶 决定了因缘果报 从前有两个穷人 看到有人设灾供佛 便上前讨要食物 但因为灾供还没开始 所以没有得到食物 一个穷人就开始抱怨到 还设灾呢 连我们穷人要点食物都不肯给 有朝一日我当了国王 就用车轮粘死你们 气得他转身就走 另一个穷人耐心等待 灾供开始后 得到了满满一碗灾饭 心中大为感动 即使我是国王 也如何都报答不完这份恩情啊 几日过去 老国王逝世 众人奔走寻找新国王 恰好见于树林 有一团祥瑞之气 进去一看 正是那日得到灾饭的穷人 一群人认定他就是新国王 连忙请回宫中 可在途中 奔驰的策马竟然不经意间 碾压死了人 谁知就是那位抱怨的穷人 你怎么也想不到 曾经一句怨言 竟然让自己伤命 两个穷人 命运结局却大有不同 心中装满感恩 所以得到了命运的馈赠 心中充满抱怨 所以得到了自己的恶果 人生苦乐凶极 都是因果 能决定自己命运好坏 也只有自己 信念变了 因果变了 人生就不同了 第三 你的世界 是你内心的显现 佛间有个词 叫供业感召 因为自己的业障和果报 命运就会吸引来不同的果报 所以有福之人 无是非 无福之人 生是非 你的念头 是你命运的总之 吉凶祸福 都是他开出的花朵 想要生活好 就要自己的心好 想要生活顺心 就要自己先顺心 你的世界 只是你内心的显现 许多人不懂因果 认为赚不到钱 就怨父母 怨伴侣 怨老天 一个心念 结一份因果 人之祸福 不过都是随心而起 所以只要种下因 无论多久 都会等来果 人生 心中愿少 自然祸少 心有善意 自然福后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